陸軍六軍團249旅官兵 曾在桃園觀音佩戴手槍實彈射擊 如今T-5K-3手槍 已經在18號的林口中府海灘現宗 而且持槍人就是義務一二兵 這也等同宣告著 T-5K-3手槍將依建制專長 納入一年期義務一男建制武器 這一個手槍它並不是說 每個人都要加發副武器 而是依照它的專長 來使用步槍或者是手槍 這是依據它的一個任務 來去做一些調整 那事實上這一次的一個調整 其實過去就已經行之有年 但其實這款T-5K-3手槍 納入義務一建制武器 是史上首次 手槍的操作 就是要有正確的握姿 兩手握 還有就是射擊的這準度 都可以透過訓練來增強 所以我想這個情況 都有助於這個總體戰力的提升 大家便怕教授拿的是模型槍啦 只是就怕改造手槍取得容易 義務一熟悉的紫項操作後 若有人念頭稍微歪了 難免出現治安風險 外界有聲音擔憂 部隊訓練完畢出來 不是用在保家衛國 部隊的軍事訓練 還有就是社會治安之間 應該是可以獨立看待 避免就是民眾造成 就是不必要的擔憂 或許不必太擔心 畢竟手槍訓練行之有年 要擔心的反而是少子化 兵員不足根本沒人可訓練 甚至在2024年跌破10萬人 預計到2031年會剩下不到7.5萬人 也因此內政部要修法提高免疫門檻 原則上應該會予以尊重 因為這畢竟是解決兵員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折衷方案等等之類的 這個留待之後在國防外交 做更深入的討論 國軍議題白白種 參謀總長梅家樹26號也將到立院報告 是26年來的第一位 兵員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強化國力 是重重之重 東線新聞 校育車蘇士捷 台北報導